相信许多网友都知道,现如今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部队,在管理上都十分严格,部队上军人的一举一动,都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,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,一旦有人违法规定,就会被处分。 而且不只是士兵自身有这些约束,就连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有许多规矩,不论你有多大的官职,也不能随意违法规定,在这些方面都是一视同仁的。 例如,在美国的航母上就有这样一个规定,在许多普通人看起来很是奇怪的一条规定,不允许任何人在上船的时候携带玻璃杯,若不能遵守这个规定,不允许乘坐航母。 众所周知,航母是一个国家海军武器装备中最为先进的装备,航母一直以来是各国关注的焦点,因为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只要是航母出动,他的周围一定会有一群军舰护送,这个巨大的家伙,就像海上的大哥,派头十足,但是虽说外表看起来像一个钢铁巨兽,钢筋铁骨,但是也有它的弱点。 曾经因为几个小小的玻璃杯,就让美国损失了好几个士兵,以至于在以后美国的航母上,玻璃杯是绝对不允许携带的。 只要是违法规定,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,一旦被发现,都会有十分严重的惩罚,有网友可能会问美军在航母上使用玻璃杯都发生了什么事呢? 原来问题的根源就出在1944年时,美军的八弹航母上,有几名被安排去执行任务的士兵,在航母上正在用餐。 就在用餐的期间,突然,早就有埋伏的日本军队,对这艘航母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 一枚近视弹落在航母的旁边,随即爆炸,爆炸产生巨大的震荡,将航母上的玻璃器皿正碎。 随处飞舰的玻璃渣子接连划伤了七名机组人员和三名飞行员,值得尽兴的是,并没有人员死亡。 但是,因为这件事情,美国政府严格下令,但凡进入航母的任何人员,都不能携带或者使用玻璃器皿。 就在颁布指令的一年,有一名美国陆军中校,想要进入航母卡罗表弟,被一名海军士兵挡在了门外。 理由就是这名中校,带着一个黑色玻璃杯,最后,玻璃杯被拿走保管后,才得以进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